伯外国小第68届正式为毕业生 成为学校末代毕业生 这场毕业典礼 以阿美族传统成年礼仪式进行 家长齿足棍打孩子臀部 然后再为他们佩戴传统阿美族一贯 我觉得阿嬷很照顾我 然后打是应该的 因为从小都不听话 都不听阿嬷的话 毕业离开的国小 你有怎么样的感受 很难过 因为我们班其实有三个都是在新港 就有一个人是在高雄要读的 所以不同地方 我也很想念 伯外国小将成为邻近中校国小的伯外分校 从昂跟一万两部落族人相当不舍 因为这所学校土地是族人提供 设置部落总动员 拿出头整地新建学校 曾经力争留下学校的部落族人 内心有许多的慷慨 为了陪一下一代 这是我做会长 非常地感叹 台东县政府为均当地居民办出同意 就决定将博外国小才并为中校国小分校 这场末代毕业典礼 比起晚年有更多的感伤气氛 记者把握了台东成功 台湾巴达